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的又是道家功夫 更重要的是 他行使风格又是儒家传承 他的弟子神秘 在孙悟空刚进山之时 他就说了自己门下徒弟很多 窝门中有十二个字 分派启明道 也乃第十位之小徒义侯王道 那十二个字 祖师道 乃广大智慧真 如性排 人决十二字 还悼念 正当物资 十二辈分的徒弟 那将是多大一个庞大的队伍 可孙悟空在取经路上 居然没见到一个 他撵走孙悟空的真相不明 孙悟空不就在师兄弟面前 变了一颗松手 这也是正常的学术交流 北下道却激怒俗事 坚决要把他撵走 并且还警告他 你这句 经生不良 凭你怎么惹不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半个字来 我就支支 把你这胡孙包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 教你万劫不得翻身 对菩提祖师的身份 读者也是多种猜测 有猜太上老君的 有猜独来佛祖的 有猜欲递的 其实 只要对他的年龄一对比 答案就清晰了 其实 在原著第十六回 作者借孙悟空之口 就明确说出了 菩提禅师的年龄 只是很多人没注意吧 孙悟空是这样 像黑熊经说的 灵台山上彩绕鸟 那山有个老仙长 寿年十万八千高 这说明 菩提祖师的年龄 其实是与孙悟空的金斗云 大唐到西天取经的路程 数字是一样的 都是十万八千 而玉帝年龄是多大呢 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不知天高地厚 要坐玉帝这个位置 如来是怎么讲的 你那孙乃是个猴子成精 烟感七心 要夺于皇上帝尊位 他自幼修实 活力过一千七百五十几 每节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你算他该多少年数 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 这两相对比 可以看出玉帝的年龄 是菩提的二千倍左右 他怎么可能是玉帝幻化的呢 太上老君是生于混沌时期 比玉帝年龄还大 所以他更不可能是菩提祖师 如来佛祖呢 孔雀吸他进肚子里时 他已经修炼成了张八金身 而孔雀也是上古神物 所以如来年龄也不小 所以他也不可能是菩提 这只能说菩提就是菩提 根本不是哪个大神幻化出来的 他只是一名年龄不大 水平很高 与世无争的隐先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丁